运用智慧德能 调节调柔寂静 如果不珍惜生命 就是在浪费生命 很简单 如果你不珍惜功德 就是浪费功德 等你需要功德的时候 就没有功德了 就像很多人家里没有钱 就是因为平时没有积累 今天 继续给大家讲神通力 现在的人 不是你简单地 给他讲一件 在生活中所发生的 真实的 神奇的事情 他就会立刻接受 这件事实的存在 因为现在 世上假的东西太多了 谎言已经是 蒲天盖地了 所以必须要用神通力 来劝导众生 学佛念经 一个有神通力的人 会在自身身上 显现出百种身相 就是当一个人 成愿再来 有神通力的时候 他可以显现出 很多的法身 当然 神通力也分为很多种 比如 有些人是阴阳眼 通鬼神 通地府 和人间两道 而师父是有法身的 是菩萨的神通力 可以通 天 地 人 也可以知道 三世因果 这种神通力 有百种身相 就是身体 和相貌的不一样 就像 师父经常到人家的梦里 去救度时 师父有时 穿的是道袍 有时穿的是西装 有时穿的是 和尚的法衣等等 这就是 百种身相 在每一个化身的周围 有一百种身相 就是 每一位法身出去 就有 近百位弟子 庄严地 围绕着护法 但是 这些弟子 不一定都是你们 因为任何的护法 任何 和师父有缘分的人 或任何 从天上 下来护法的人 全部都有 这个功能 来护法 而是 自显的 菩萨 摩合萨 这一法身出去之后 在救度众生的时候 有近百位的弟子 这个弟子 包括今生 和过去生中的 所有的各位弟子 和师父有缘分的 全部聚集在 师父的身边 在护法 而且这些 不是他们自己 要去护法 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是菩萨的愿力自显的 诸菩萨摩合萨 实际上 在师父的法身 出去救人时 那近百位弟子 就全部 变成了 菩萨 比如 师父在开法会 讲法的时候 你们所有的弟子 在门口 在师父边上 全部都是 菩萨 在护法 如果想修成 菩萨身 得到法身 或神通力 即法力 要记住 几个基本的要点 一 菩萨不见人过 菩萨永远看不见 人家的过失和过错 首先 拿着一点 来衡量一下自己 你们谁 能不看见 人家的缺点 和过错 菩萨是 永远不见 人家的缺点 和过错 而师父 在帮你们 开悟时 是不一样的 因为师父 是为了救度你们 必须指出你们 所有的缺点 和过错 让你们知道 和明白道理 然后 好好的 修正 和改过 学菩萨 是不能看到 人非的 不见人过 单见己过 就是说 用菩萨的要求 来要求自己 永远看不到 人家的过失 而永远看到的 是自己的过失 都是自己的错 在人间 不要论人家的 对与错 自己做错了 就是做错了 永远是我错 人家都是对的 因为这个世间 都是空的 都是假的 是无常的 没有什么对和错 只有因和果 我没有对的 只有错的 这样 才接近 菩萨的境界 二 只管耕耘 不计收获 这才是 菩萨的境界 菩萨是 只管耕耘 只管做功德 从来不考虑 今天中了 这个善因 以后能得到 什么果报 你只要 好好地念经 拼命地做功德 哪有不报的道理呢 因为因果定律 是永远不变的 你今天做了好事 中了善因 将来一定 会有好的果报 今天付出 马上就要回报的人 这种人 就是小人 哪有自己 还没有付出 就想得到的道理 就像有些人问我 卢台长 我跟着你修行念经了 我会不会好 就冲着这句话 别修了 因为连最基本的信念 都没有 怎么样修得好心呢 三 无心 学菩萨 其中的一个基本点 是无心 无心就是 菩萨永远没有心 无心就是说 你不称恨 没有烦恼 无障碍 因为你连心都没有了 就像人常说的 这个人 没心没肺 你连心都没有了 想想看 你是多么的快乐 但是 菩萨并不是 真的无心 而是以 众生之心为心 众生的心 就是菩萨的心 大家明白了吗 众生之苦 就是师父之苦 师父现在 是念念想着 如何救度众生 于苦海之中 菩萨就是 以众生之心 为己心 永远是想着人家 他自己是没有心的 所以菩萨是无碍 是没有障碍的 这个心 永远是没有障碍的 我们学习菩萨的目的 很简单 就是要一步一步地了解 菩萨跟我们人的差距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是人 而境界提高了之后 就是菩萨了 我们为什么达不到 菩萨的境界 所以我们要了解 每一地 菩萨的境界 这样才能照着 每个境界去修为 去学习 去盘登 首先 要正修境界 学菩萨的境界 要清净心地 在没有学菩萨之前 先要把自己的心地清净 就是先要干净自己的心地 先要安静 然后开发智慧 心境才能开发智慧 现代这个社会 是光子时代 过去是原子时代 菩萨是用光照耀我们 给我们灵感 菩萨的意念 全部都是用光速来传递的 大家都知道 只有光 才能照到我们心到亮 只有光 才能让你明白 只有光 才能让你明心见性 就像太阳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心中 是多么的快乐 黑暗来临的时候 我们的心 是沉染于黑暗的 为什么我们要把灯 开得那么亮 就是因为 要让我们看见 这个世界 永远是明亮的 菩萨在追求光明境界的时候 会运用各种妙法和法门 来普度众生 菩萨 菩萨要达到光明的境界 要有妙法和法门 末法时期 要有法力 才能救度众生 要开发 圆满的智慧 要运用各种法门和方法 来普度众生 来开发 众生圆满的智慧 接下去 给大家讲 修心修行 要用各种方法和智能 修心和修行 必须用各种方法 就是你今天修心了 你明天修行了 最好的方法和智能 是用尽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来调节 调柔 来寂静 把自己一颗妄动之心 用智慧和能力 来调节 调柔 来寂静 这个心 真的很讨厌 看见一点不舒服的东西 就妄动 妄动就是 随便乱动 妄动之心就是 无论看见什么东西 心都会乱动 比如 看见地上 人家丢了一百块钱 心一动 我该不该捡 这就是妄动 不该看的东西 为什么要看呢 不该想的 为什么要想呢 不该你做的 为什么要做呢 人的烦恼 就是这样来的 听听这个 看看那个 如果人家在背后说你不好 你没有听到 你没有听到 你很开心 如果听到了 烦恼就生出来了 人家在背后讲 就说明是不该你听到的 孔子曰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不该你听的 为什么要听呢 你本来很开心的 你耳朵听到 不该听的话之后 烦恼就生出来了 大家应该好好想一想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怎样学佛学法 应该怎样来调节 柔顺自己的这颗心 这颗心不要妄动了 这颗心要守得住 才能修好心 你的心守不住 妄动了 怎么办 就是要调柔调顺 还有寂静 就是要把自己的心 安静下来 什么事情都不当一回事 师父告诉你们 在这个社会当中 要保持秒秒安详 如果每一秒都能很安详 你就能保持这个寂静的心 每一秒都能安详的人 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修为的人 他的意念是非常的高尚 他的观念也是非常的高尚 因为他把什么都看穿了 心很平静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 能让他心胸荡漾 只有当心安静下来了 才能克服自己身上的毛病 谈臣痴 要把自己妄动之心克服住 要去除非怨的理想 不能达到的愿望 就是非怨的理想 慈悲心就是柔和心 有了慈悲心的人 心才能柔和 当一个人讲话很柔软的时候 这个人一定会有慈悲心 慈悲心要柔和 然后慢慢地升华 就是把慈悲心身华 要越来越宽大 心胸宽大 就能原谅人家 就是把你狭隘的心怀来扩大 整天就知道 想着自己的人 就是狭隘的人 修心者 就是修心地 心地要善良 心地要柔软 谦逊 谦卑 就是把自己放得低一点 要随顺 就是随遇而安 不论什么事情 只要来了 我都随着走 要不拙 就是你的心 不要被污浊 被染浊 要纯善 善良不够 还要纯善 就是说 要非常的干净 要纯洁的善良 而不是 表面上的善良 要润泽 要圆润 要能够包容人家 我们人体 有80% 是水分组成的 所以 我们一定要有水分 要润泽 然后 要寂静 刚刚 给你们讲了 心要安静下来 然后 不要去妄动 心胸 要宽阔 要广大 要坚固 心 不能不坚固 心摇摆不定 要明胜 就是要明白 要盛大 要宽广 意思就是 在明白之后 才宽广 而不是说 你的心胸 很大 明胜 就是 当你明白之后 你感应出来的 宽广 盛大 那才是 有意义的 还有就是 要清静 要平等 要 无相 感谢您的